一米是大家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,一般人们喜欢拿它来包粥,最常见的要是红豆一米粥了,觉得它能养盐,所以很多女性朋友都经常煮来吃,除了能养盐,一米对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些好处,你知道吗? 一,健脾,一米又健脾的作用,在白粥中加入适量一米一起熬煮,能健脾止泻,缓解肤脏等症状,按利水消肿,经常感觉到全身油腻,没精神,或者是有点湿烫了,有可能是湿起重了,使用一米,能对身体起到利水消肿,去湿气的作用 三,调理失眠,偶尔失眠,睡不长,吃一米也能调理,有安身的作用 四,增加头发营养,肠吃一米,能增加头发营养,防止脱发和白发,让头发变得更加柔顺光滑 五,对肠胃好,吃一米对肠胃也有好处,能清理身体毒素,促进肠胃蠕动,缓解肠道疾病,一米的花样吃法 一,一米煮猪肺,材料,一米五十克,猪肺一根,做法,一米提前五个小时泡好 猪肺洗干净,倒入锅中一起熬煮四十分钟即可 功效,腐肺之可,渐皮沥水,二,山药一米汁,材料,山药一根,一米一百克 做法,一米也是提前五个小时泡好,山药去皮洗净,并切块,一起放入豆浆机中打磨成 鸡汁,功效,健脾味,猪湿,干,银鸵耳一米红枣糖 材料,银鸵耳一小把,一米六十克,红枣八颗 做法,一米提前五个小时泡好,红豆洗净制草盒,在锅中加入精水并倒入所有材料,熬煮四十分钟即可 功效,补血液气,亮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本频道